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古武,今天我们进行浅谈胡塞尔系列第一集 胡塞尔的哲学我打算做个十集吧,做个十集 生平姐姐 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名字有点长 1859年4月8日到1938年4月27日 这位先生是活了有41岁到38岁,79岁 20世纪奥地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 同时也被誉为现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我这个系列主要讲他的一部哲学的著作 就讲那个现象学 然后本来这本书是有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了,好像就掉了 所以我又在淘宝上去定了一册 等回来以后我就讲给大家听 1859年埃德·蒙德·胡塞尔出生于普罗斯黎兹的莫拉维亚省 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 说一个体外话 就是全球有一个各个国家的智力排行表 然后犹太人好像是排在最前面的 犹太人的平均智商大概是达到了110这样一个水平 110这样一个水平 整个犹太人 然后中国人也蛮聪明的 然后平均智商大概有105 平均智商有105 北欧的这一代的人还有欧洲 当然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 还有比如英国这些 还有俄罗斯和美国这种国家 他们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不是像中国的这么 比如说种族这么单一 汉族占的绝道多数怎么样的 像美国他们混血儿 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人比较多一些 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 1881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 并于1883年在那里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 其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微积分的变分理论 哲学家也是一位数学家 他是学数学出身的 所以这人质比较聪明的 应该说非常聪明 1886年胡萨尔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 《算术哲学》 他的逻辑研究发表于1900年 同年他印邀到 哥廷根大学任教在那里的16年里 他创获泼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 发展了他的现象学概念 由于他的犹太学统 1933年以后 他被禁止参加学术活动 虽然南加利福利亚大学 聘他为教授 但他谢绝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 所以当时希特勒一上台以后 然后他纳税党一上台以后 然后对他 就是禁止了他参加学术活动 等等一系列 但是他在 的生平里面 还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 1938年在经受几个月的病痛折磨之后 他在布莱斯高的弗莱堡死于胸膊炎 中年79岁 胡塞尔的思想姐姐 对数学和逻辑基础的研究 这是她的第一点贡献 胡塞尔于1891年发表 算术哲学心理和哲学研究 探讨数学逻辑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用数学来对逻辑和心理学 一心表述 其实我之前我跟我的一些 就是同学和朋友之类的 我们也讨论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的语言 表达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这个丰富多彩的社会 越显有些吃力了 然后我说能不能发明一套 叫做数字语言 你说是不是数字语言 就是那个电子信息上面的数字语言 不是 我是说用数字的形式来表达语言 就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 假设用数字1.2来表示 然后你用数字1.5来表示 然后你和我之间 可能会涉及到各种的关系 比如说我爱你 我恨你 我打你 我欺负你 我安慰你 等等一些 就是它之间会有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 可以用数语数之间的 这种连接来表示 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一套 新的语言体系 这套语言体系 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表达的 范围更广阔 而且表达的更精确 大家有没有想法 想一想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一套新的语言体系 好 第二个 创立现象学 以逻辑研究 1900年到1901年为标志 第一卷是对心理主义 心理主义的批判 第二卷是建立了 描述心理学方法 实际上是现象学方法 就是它创建了现象学 这是我之后会主要讲到的一个话题 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是什么样一个逻辑呢 之后会讲到的 之后会讲到 第三个是把现象学发展为先验唯心论 先验好理解吧 康德这个地方先验是什么意思 先于经验的 先于经验的一种范畴也好 一种能力也好 先验的 唯心论比较好理解吗 唯心论也很好理解 先验的唯心论 对自己的唯理智主义 倾向做了自我批评 把现象归结于生活世界 而不是自我的创造物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它对自己的唯理智主义 倾向做了自我批评 就是发现这样一个倾向 可能会导致看问题 不是那么客观等等一系列的 经常也会审视自己 把现象归结为生活世界 而不是自我的创造物 把现象归结为生活世界 而不是自我的创造物 以后我讲现象学的时候 会讲到这些东西 因为它这后来 三点和第四点都是 包括第二点 都是现象学里面的一些东西 好 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当然扯一个其他的话题 因为最近在看一个资料 然后就说那个 大家知道就是西欧这边 欧洲这边的传统里面 这种贵族 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爵位的 贵族的爵位 是凭军功 就是你的贵族 你到底你是伯爵啊 还是男爵啊 还是什么公爵啊 等等一系列的 都是凭你在部队 军队里面的军功 他每个爵位 然后他都对应着一个军衔的 对应着一个军衔的 这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美国那边 一直是热衷于乍争 热衷于乍争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打仗了 然后自己提升自己的 这种各种方面的地位也好啊 等等一系列都会来的 随之而来的 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的 那个历史里面 就是我们翻开历史 一看中国的历史 远都不说 从大概宋朝吧 宋朝以后 就有点中文清理了 叫做中文清武 为什么 因为文官他一般来说 擅长于这种 比如说写文章啊 或者是谈吐不一样啊 谈吐非凡 然后也擅长于这种 人际关系之间的处理 他比较擅长于这些东西 而武将呢 就没有那么细致了 因为他要干仗 我要干仗 你这个人 可能不可能就是特别细啊 还去关注 感情生活等等一系列 去抚慰别人受伤的心灵呢 这些武将可能就不是太擅长了 所以打王战武将的作用 就相当于是收起来了 而文官呢 就一直 一直可以让这个 就是统治阶级自己也好 或者是老百姓也好 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一些 所以中文清武 这是后来就是从宋朝开始 好像一直都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习惯 其实吧 我觉得这个 是好事还是坏事 让我们终究不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 一个民族的话 有一点上午的这种精神 不是坏事 有一点上午的精神 不是坏事 上午的精神 第一个上午的精神 这个人的这种 看出来的风貌和气质 它会不一样 会感觉很有气质 为什么 就是感觉非常的精神浓光焕发 因为你如果是 精神萎靡的一个人 他是不可能练好武术的 对不对 练好武术的人 一般是身体相对来说 比较强暗的 比较强壮一些 比较有利一些 这样是有利于 一个民族的一个发展的 你说就算要论论文的 你说比如说古老师 哲学也搞了 物理数学也讲了 也算是腾讯的音乐人 对不对 音乐跳舞 唱歌跳舞也会一些 你说这个 是不是如果按照这个排行的话 也应该是有一些 相应的什么觉位 要积累的到我这个地方来了 当然开玩笑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我最近时间 我也在 练太极拳 大概也练了有一年多了 我感觉是不错 然后我就是 也推荐大家 建议大家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大家也许去练校 练校太极拳之类的东西 然后有利于自己这个 形态比较完美一些 像我之前 我就是长得 长得 有段时间发福了 发福了以后 然后长得比较胖 比较胖以后 肚子就大切了 这个打太极拳 肚子打小了 好看了一些 好看了一些 然后你会发现 打完太极拳 你浑身就感觉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好好 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好我探讨 学术方面 音乐方面 旅游方面 生活方面的朋友 尽情与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